爸爸 我和奶奶 还有妈妈都在这里等着你 你一定要加油啊 以前我活着呢 觉得什么事 都是为了自己 为自己活 但现在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为你爱的人活下去 这才是真正的勇敢 我这一段躺在这儿 每天看着依恋来看我 小家伙就是鼓励我 告诉我 要勇敢 勇敢 是啊 一个小朋友 都能很坦荡的 勇敢地面对生活 我们怎么可能做不到了 天啊 学会勇敢 也别辜负勇敢 不好意思 家属只能送到这儿了 少语 别紧张 妈在外面等着你啊 少语 加油啊 挺住 我们都在外面等你 一连 快过来 跟爸爸说 爸爸你要加油 要坚强 我们都在外面等你 快 快说 一连 快说啊 叫爸爸 说爸爸加油 说呀 好吧 我们进去吧 兄弟 加油 爸爸 我和奶奶 还有妈妈都在这里等着你 你一定要加油啊 你好 喂 你好 天乐啊 刚才电视台给我来了电话 想明天约你做一个专访 到时候会在电视上进行直播 这对我们公司来说 是一次非常好的宣传啊 你觉得怎么样呢 挺好的 帮我答复他们 我一定好好准备 拜拜 拜拜 林先生 这是给您准备的问题 您看一下 我就在楼上有什么事 你叫他们叫我就可以 谢谢 好 没事 好 灯好 好 别 mild 你今天真美 我没有去拜访 没有出去 没有去 你不想atore Globe 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大家好 我们这次请来的嘉宾是 林氏企业的负责人林天乐先生 他近日代表中国公司 在澳大利亚标志性的建筑 亚宁项目的竞标之中 一举击败了其他47个国家的竞争对手 顺利中标 那位中国的公司赢得了巨大的荣誉 我们今天就请他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成功的感言 您好 林先生 那我知道您的父亲啊 最近身体状况不太好 不知道现在他的情况怎么样了 冒黄 你快点醒过来吧 一醒过来之后 看看天鹏 天鹏现在多吧 我听说您之前啊 经营了一家自行车店 那后来怎么会想着回零氏公司呢 那不是因为我爸病了吗 嗯 所以没人管公司了 必须得回去 不回去的话公司就垮掉了 至于自行车店 当时是为了好玩 自由没人管 当然了也没有什么责任可言 后来知道我爸爸生病了 我才知道 家庭的责任有多么的重要 其实你不知道我最近一段时间 经历了很多的事情 不知道怎么用语言来给你形容 这些事情都是我自己没有办法 靠自身能力来掌控的 除了我爸爸病倒之外 我还有一个好兄弟 脑子里长得流 做了一次手术 差点把命送掉 所以在这儿呢 我也想祝他早日康复 但是我想说的是 其实你不知道我 送他进手术台的那一天的时候 我从他的眼睛里 看到了他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他的女儿才这么高 我从他女儿身上 读到了一种坚持 一种勇气 甚至是一种责任 所以我想说 想天来不 那我为什么会回到 想 连事公司去 看了他是不是又想了 是 是 天乐帅哥要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 再过一段时间 这次的创意 源于一个女孩 一个女孩啊 对 她是一个钻石设计师 我曾经答应她 带她去看 地球上最美的星空 但是我想 这个愿望可能实现不了 没什么呢 没有为什么 好吧 那你能不能再给我们具体地说一下这个女孩呢 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吧 她 她没什么特别的 很普通 爱笑 单纯 但是她很美大 其实我想说我 一直 欠她一个 道歉 我也知道其实对不起这三个字对于她来说 根本没有办法替代她现在所承受的一切 但是我想真心地跟她说一声 对不起 我也希望她能够原谅我 如果时间可以倒流的话 能让我回到过去 我现在愿意拿我身上所有东西去交换这件事情 我想回到那个 跟她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我想告诉她 我不会再离开你 我不会再离开你 我爱你 我爱你 也爱你 谢谢我们 这首歌 穆洋 蛾 天空很蓝 世界好大 爱是否会悄悄消散 你是否感受到我为爱发狂 坚持多久才能靠岸 保持沉默 试着洒脱 是我唯一对自己的把握 像一只发了风扑火的飞蛾 坚持着信仰的执着 为你快乐 宁愿束缚自我 也许这样不是彼此想要的结果 为你快乐 宁愿束缚自我 也许我给不起约定好的承诺 至少我还能祝福你快乐 保持沉默 宁愿束缚自我 宁愿洒脱 是我唯一对自己的把握 宁愿洒脱 是我唯一对自己的把握 宁愿洒脱 我代表那不能使民 另一个卡 刘 所唯一对自己的把握 orsw Good 推车 以后 作课 或讯息 我的 expression 彄 囻腻 放下 对自己的把握 作弹 例子 弹 祝福你快乐 不愿回到 我曾经是一个 孤独的自己 自你闯入我内心的那一刻 为你快乐 宁愿束缚 也许这样 就是粉红座的 我呢就是蓝色的哆啦一帽 今天穿着这身衣服 我就是你的人了 我喜欢你 也许我给不及 约定好的承诺 至少我还能 祝福你快乐